昨天下午第十二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程运摩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伟山洪志共同主持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三国领导人在经贸领域达成的重要工时 并为即将召开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做好经贸领域的准备工作 会议期间中日韩三方就区域经济一体化 地方合作中日韩家电子商务 互联互通 能源等领域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了广泛共识 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表示 中日韩三国经贸互利合作成果丰盛前景光明 但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蔓延的同时 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体 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促进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方愿与日韩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经济全球化 操作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陈允摩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伟山洪志也表示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三国间要加强合作 而三国部长在会议结束后 共同发布了第12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 联合新闻声明 其中特别强调了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谈判成果的基础上 加快中日韩资贸协定谈判 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 互惠且有资深价值的资贸协定 会议期间中山部长 还与日韩方举行双边会见 经贸合作是中日韩合作的关键 20年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 从1300亿美元增长到7200亿美元 彼此均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在全球化扩展的各个阶段 中日韩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产业互补逐渐增加 他们所在的东北亚地区 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次会议将针对 三国共同合作的话题 将展开讨论 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合作的平台 杨士记者北京报道 三国imoreso 四国之五 三国共 与 sel 四国 statement 三国共同合作